看看新闻榜 一老两位大腕之间的对话 赵本山今年五十六五 红了二十年 郭德纲年方三十九 则红七年 从两组数据来看 赵本山是绝对的老前辈 因此访谈过程中 赵本山丝毫未在气势上输过人 一是呢 你都上央视冲晚了 对 我觉得我老在那站了 你就很难上去了 好吧我先乐一年 明年你再接日乐 赵本山和郭德纲 虽然共存于喜剧界多年 但翻看资料后记者发现 他俩其实一直是各自为王 鲜有交集 这么些年来 他们几乎都没有同台出现过 暗合着演艺圈 王不见王的潜规则 但事实上 郭德纲对赵本山倒是颇为敬重 因为他当初落难时 赵本山曾仗义的为其打抱不平 不许是因为君子之交淡如水 两人首次同台 赵本山就送了郭德纲一份大礼 他选择在郭德纲的访谈节目中 宣布自己从此退出春晚 退出小品界的消息 如果没有央视的20年春晚 他绝对没有赵本山的今天 但是呢 而且我身体又不是太好 又觉得我要拿不出像样的 我自己再有点压力 得得点病啥的 所以两下一商量呢 觉得不上是合适的 所以我就选择退下来了 也可能从现在开始 可能小品这个舞台 可能就是不会再有我 因为我呢 也选择退出了 来年的各地方台我也不会去了 在这个舞台上 本山老师清真一切跟你们说了 而且说了这么大的一个秘密 打这起要风山玉林了 要不再演小品了 而且说出来上晚会的很多艰辛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你还年轻啊 好吧 我想你拔个字来 人时进退 海阔天空 这是最重要的了 咱说点高兴的事吧 好吧 已经很高兴的事 是吧 说得我们一下都 有好几个都哭死过去了 俗话说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赵本山虽然告别了春安舞台 但谁又能说 郭德纲不会变成下一个相声王呢 观众是多么喜欢本山老师 你也真假 你就当真的听吧 不管怎么说 这么多年来 带给我们无数的快乐 值得拥有我们所有的掌声赞美 娱乐新天地马重生综合报道